一带一路特别报道 述说命运共同体 一个水患最严重的国度 2018年 帕德马大桥就将飞驾南北两岸 一条上世纪修建的公路 这条大动脉打通了 一张难以高速奔腾的网 通讯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 将会使更多的人进入到四季时代 在古老丝绸之路上 当路突破传统界限 当货物 人员 信息流动的速度 与相遇的方式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后 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 你看到的这些神秘符号 不是外星人的文字 而是一台挖掘机 在一个月里的工作轨迹 在过去的一年多 陆续有48台挖掘机 在这个区域工作 他们的轨迹描画出贯穿 吉尔吉斯斯坦南北的一条公路施工的状态 当我们将沿线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最多的一家中国企业 中焦集团的工程设备数据吉纳时发现 施工轨迹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这些工程设备主要集中在中亚东欧一带 而眼下 更多的挖掘机 起重机 甚至是港口的输浸船 吊装船 开始出现在一带一路沿线 他们的分布区域也扩展到东南亚 南亚 甚至是西亚和北非 大量的工程机械在沿线国家集结 这背后正是不断热起来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南部 帕托马河渡口边 货车司机阿米尔为了过河 已经排了一天一夜的队 在孟加拉首都达卡南部 帕托马河渡口边 货车司机阿米尔为了过河 已经排了一天一夜的队 在孟加拉国水汽众多 像帕托马河这样的大河河面 甚至可以宽达三十公里 它又正好处于孟加拉国 最大的两座城市之间 成为路上交通的最大障碍 每天要过河的人和各种车辆 都会拥挤在渡口 花上五六个小时 甚至几天的时间排队百渡 几十年来 人们都很希望渡口边上 能建起一座桥 但由于技术和资金的问题 这座桥一直都只是一个梦想 但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 距离渡口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一片宏大的建设工地铺展开来 孟加拉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一座大桥将在这里诞生 这也是迄今为止 中国企业成建的最大国际桥梁项目 帕托马大桥 它将把孟加拉国南部 二十一个区和首都达卡连接起来 在孟加拉国内 规模最大的这个工地上 人们正在把这些十四吨重的钢板 卷成一个桶状 然后呢 再把三十九节 像这样已经卷好的钢板 焊接成一百二十多米长 五百五十多吨重的巨无霸钢装 之所以称它为钢装 是因为在不久的将来 他们就会被送往首都达卡郊外的 帕德马大河 然后像钉子一样 被钉在河床下一百多米深的地方 你看帕德马河非常的宽阔 它的关度是武汉长江大桥的三倍 而且水流相当的湍急 这就需要我们先把每一根一百二十多米的钢装 像定海神针一般在河道里稳稳地扎下脚跟 才有可能在雨季来临的时候去抵御住来势汹汹的洪水 从这里到河的对岸 一共要打下二百四十根这样的钢装 随后四十个桥墩会拔地而起 二零一八年帕德马大桥就将飞驾南北两岸 而像这种打桩建桥的施工难度在全球都是罕见的 攻克这些技术难关的正是一支来自中国的工程队伍 中国中铁大桥局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的努力将会弥补从孟加拉国西南部 前往首都达卡的交通断点 而其实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这样的基础设施断点并不少见 在哈萨克斯坦南部一支中国的施工队伍正在赶工期 他们要抢在十一月份动土期来临之前 打通眼前的这部分路段 而这里正在改建和扩建的 是一条连通中国西部和欧洲西部的大通道 也就是全长八千多公里的双溪公路 其实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 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交通枢纽 它也使得附近成为了繁荣的商业中心 不过在过去的很多年里 这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公路 已经让货物流动的速度慢了很多 走在这条路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路面很窄路况也不好 有一些老司机告诉我们说 当遇到货车多的时候堵车就很严重了 一般来讲行车的速度不会超过每小时三十公里 这早就很难适应现代的货运节奏 要知道南哈萨克斯坦州 可是哈萨克斯坦的农业和畜牧业基地 在西部肯特的这个大型的农产品集散地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来自杰尔基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地远道而来的大货车 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新鲜果蔬 包括西红柿 青椒 黄瓜 葡萄等等 从这里运往哈萨克斯坦全境 甚至迈到欧洲去 其实对于农产品的长途运输来说 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而旅途的断点挡住了这里的发财致富路 也拦住了外来的经济和物流 2014年 在双西公路主体修建基本完成的时候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伊尔赫木和他的几个朋友 在这里尝试性搭建了一个0.5公顷的大棚 结果仅在本地市场第一次播种的黄瓜 就以每公斤约6元人民币的价格销售一空 伊尔赫木说的第三个温室 现在钢结构正在搭建 这些原本种菜的农民 忙完掐枝打药 转身就成了建筑工人 让一乡人赶在这里大手笔建农庄的 正是不断改善的交通物流 为了改变欧亚大陆公路通行难的现状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 决定联手打造一张现代化的物流运输网 贯通西欧与中国西部的国际公路运输走廊计划 应运而生 来自中国、土耳其、捷克等国的驻路者们一到 开始铺建这条当代的丝绸之路 对伊尔赫木来说 公路马上开通 以前因为运输周期而导致 若果运输腐烂至销的日子将一去不返 新的资本、新的人群 因为一条路的改革建又重新在这片沃土上聚集 新的希望就在这坚实的新路上 研究机构国关智库用一年时间 对沿线六十多个国家的交通、通信和电力等数据 进行分析计算出了这样一份基础设施发展指数表 这张表上分值越高 意味着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 以指数的平均值56.9为基准 再到地图上来看看不同区域 而南亚的国家高于平均值 其中的缅甸则成为整个版图上得分最低的国家 只有24.5 中亚五国中只有哈萨克斯坦高于平均值 而南亚地区所有国家得分都低于平均值 作为挖地中的挖地 巴基斯坦的通信水平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几乎排在最后 在这里每100个人的手机拥有量只有70.1步 在全球144个国家中排名124 这里3G手机的覆盖率只有18%左右 2014年4月 巴基斯坦首次拍卖3G和4G牌照 中国移动在众多对手中 成为唯一一家同时拿到3G和4G牌照的运营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3G业务的用户暴增500万 中国移动巴基斯坦公司 以168万用户领跑增长首位 这也带动了整个巴基斯坦移动通信的发展 以马布兰德所在的公司 原本是从事设计行业的 公司高层看好未来移动互联的发展 最近开始转向移动增值服务 他们相中了中国移动 双方合作推出一些基于3G网络的手机应用程序 巴基斯坦的应用开发者绑定了来自中国的运营商 在信息的洼地里默默地潜水 等待着3G和4G网络活起来的那一天 目前我们合作的企业一共有35家 其中长期合作的就有13家 西姆巴克公司目前每年的数据业务收入 达到3亿多人民币 其中分给第三方收入分成的 要超过4000万人民币 预计到2015年底 中国移动的4G网络将覆盖巴基斯坦55个城市 建设基站超过2300个 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的每一个进步 对于合作伙伴都是实实在在的收益 大数据在搜索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 对于基础设施需求后发现 公路、铁路、通信基础设施 成为需求热度榜单的前三位 和需求相伴的是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 亚洲区域内多数国家 每年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 不到GDP的3% 根据测算 2015年至2019年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累计基础设施投资超3万亿美元 而每1万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 将带动GDP增加3至4万美元 基础设施建设的提速 让填平挖地不再是梦想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有很多居民小区的楼顶上 都会建这样的移动通信站 哈喽 现在现场的施工人员 正在对这个基站进行4G升级改造 来自中国的通信运营商 是在巴基斯坦唯一拿到4G牌照的 他们在当地掀起了使用4G的热潮 基站改造完成之后 这里的居民用手机上网的速度 将会提高10倍左右 而在巴基斯坦 光是今年就有1400个 像这样的基站正在建设和改造 那么已经完成改造的 就有将近1000个 通信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 将会使更多的人进入到4G时代 他们可以在手机上 就享受到互联网在金融教育和信息工具等方面 所提供的便利 在孟加拉 虽然大桥的建成还得需要三年 不过看得见的机会已经出现了 因为在大桥建设的过程当中 80%的建设者都是当地人 参与这样一个重大工程的建设 他们不仅仅可以获得一笔不错的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 很多人已经学会了修桥的专业技能 未来孟加拉国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工程技术队伍 当这座大桥建成之后 它将会逐渐地结束两岸居民百度往来的历史 当地人也给我们折算了一下 这座大桥的含金量 它相当于把孟加拉国的GDP 提升了大约1.2个百分点 看看眼前的这条路 按照计划到今年年底的时候 这条连通中国西部和欧洲西部的大通道 双西公路就可以全线通车了 这将会解决欧亚大陆之间公路通车难的问题 而一旦这条大动脉打通了 沿线一张现代化的物流网 也就可以流动起来 对于哈萨克斯坦西姆肯特的农户来说 今天摘下来的新鲜黄瓜 两天半之后就可以摆在俄罗斯的市场上 能比原来省出一天半的时间 而哈萨克斯坦作为这条大动脉的中枢 一旦公路贯通以后 光是过境的货物 每年就可以为它带来数亿美元的收入 以基础设施为先导 目前中国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道 以沿线城市和重点港口为支撑 共同打造中蒙俄 西亚欧大陆桥 中国中亚西亚 中巴 梦中应勉 中国中南半岛等 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让沿线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出售 中沙塞